今天我們再來接著了解一下蘋果公司今年將要發布的新款iPhone 它具體在各方面會帶來什麼變化,以及會加入哪些新功能 現在我們可以命名新款iPhone為iPhone X2系列,或者是iPhone 11系列 它們人家包括有三款產品,iPhone 11、iPhone 11 Max和iPhone 11 2 從目前報告的消息來看,iPhone 11系列在外形上最大的變化是在瀏海和後置鏡頭的變化 iPhone 11系列同樣會採用瀏海屏,但這次瀏海設計的更小 與之前相比頂部區域能容納更多的顯示空間,屏佔比也再次得到了提升 同時新一代的Face ID接受速度也要更快 在後置鏡頭方面,iPhone 11系列也加入了後置三攝 採用有矩形設計的方案將鏡頭分布在內 同時它也擁有更好的拍照水平,以及更強的夜景拍攝 但iPhone 11 2仍然是後置雙攝 剩下據了解,用更大屏幕的iPhone 11 Max 還有望加入一項手寫筆的功能來配合Apple Pencil使用 據稱這個是為解決用戶臨時用手機辦公和繪畫等需求 再一個是新的iPhone在充電接口上也有可能更換為USB-C接口 而放棄繼續使用Linning接口 這個變化我們在今年發布的新款iPad Pro中已經看到 多數分析師認為平衡公司還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來更換它的 除了以上的特點,今年的新款iPhone 仍然是主流旗艦產品,當然會配備上i13處理器 存儲配備起步為128GB的版本,最高可支持1TB 鏡頭方面則是它變化最明顯的一個特徵 其中iPhone 11和iPhone 11 Max會配備3顆像素為 1400萬加1400萬加2000萬像素的組合鏡頭 iPhone 11R僅為雙色1400萬加2000萬像素 閒置鏡頭則由目前的700萬像素提升至1000萬像素 同時支持4K配色以及人像模式